六三樓,我是雷雷 我是雷 好,那我們今天要來做的是 紙袋公主的皮影戲 好,再來,看誰行 伊莉莎是一位美麗的公主 她住在城堡裡 擁有許多華麗的衣服 而且不久 她就要和一位名叫雷洛的王子結婚了 是我,是我 無信的 來了一隻火龍 她... 她擊毀了伊莉莎的城堡 噴出熊熊火焰 欸,她火焰 她火焰 她噴出熊熊火焰 燒光她所有的衣服 還把雷洛王子抓走了 救命,救命 伊莉莎決定去追火龍 把雷洛王子借回來 她東早早 西早早 想找些東西穿在衣服上 可是唯一被... 沒被燒掉的 就只剩下紙袋了 她只好穿上紙袋 追著火龍 而去 追火龍還真是容易 因為她一路 留下許多燒焦的森林 和石神的馬骨頭 快點快點 等一下準備好 最後 伊莉莎來到了一座山洞前 山洞巨大的門上 密遊的門環 於是她握起門環 碰碰 用力敲下去 火龍把她的鼻子 看出門環 說 好啊 是個公主呢 我最愛吃公主了 不過今天已經吃了一整座城坊 心累昏了 你還是明天再來吧 說完 她立刻 把門轟隆的關上 還差一點打到伊莉莎的鼻子 伊莉莎 抓著門環 又碰碰 用力敲下去 火龍 火龍依然看出她的鼻子 說 走開 我再吃公主了 不過 今天已經吃了一整座城坊 現在累昏了 你還是明天再來吧 等伊莉莎大喊 聽說你是全世界最聰明又最兇猛的火龍 是真的嗎 沒錯 聽說你一口氣噴出來的火 就能燒掉十座森林 伊莉莎接著問 這也是真的嗎 那當然了 火龍說完 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氣 然後噴好多的火焰 足足燒掉了五十座森林 太神奇了 伊莉莎恩 散炭出聲 於是火龍又深深吸了一大口氣 然後噴出更多更多的火焰 然後噴出更多更多的火焰 又將一百座森林 全燒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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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燒呆了 伊莉莎金呼 火龍又再吸了一大口氣 可是 又 可是 什麼也噴不出來了 火龍剩下的火焰 全燒 甚至不夠燒一顆肉丸子 伊莉莎接著問 火龍 我聽說你 只要短短十秒就可以飛繞地球一圈 這也是真的嗎 那還要說 噴 一說完 火龍馬上跳起來 呼走了 而且真的只花十秒 當 就繞著地球的一圈 九十 當火龍飛回地面 顯得非常疲倦 才是伊莉莎又大後 就是酷斃了 再來一次 於是火龍就跳起來 飛走了 這次 整整花了二十秒才要自己走回來 十九二十了 一圈 他已經累的說不出話來了 就躺 睡著了 伊莉莎輕輕地叫 誒火龍 火龍一動也不動 他拉起火龍的耳朵 拉拉拉拉拉 整個伸進去 向盡全力去大喊 誒火龍 可是火龍實在太累了 一動也不動 下眼 伊莉莎於是大搖大擺地跨過火龍 打開門 走進山洞裡 陪洛王子就在裡面 他一看到伊莉莎 就不停地 就不停地數落 伊莉莎 你簡直一團糟 全身燒焦味 頭髮又亂七八糟 還有 你竟然穿著一個髒兮兮的舊紙袋 還是等你打扮得像一個真正的公主再來找我吧 下眼 梅洛 伊莉莎說 你的衣服的確很華麗 頭髮也很整齊 你看起來就像個真正的王子 事實上 你卻是個大爛人 最後 伊莉莎當然你有跟梅洛王子結婚了喔 上去 我慢慢的傷心 我慢慢的傷心 好 那下一個影片 上六點多收視頻票 下次見 拜拜 拜拜